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打开脸书 打开IG 打开YouTube 都有广告一直在推送给你呢 大家都在说用网路可以赚钱 不论是中英文的广告都一直说 我们可以创造被动收入 我们可以财富自由 那到底哪一个是适合我们的呢 我们怎么样筛选出合适我们的机会 我相信每一个人想要从网路上 找到创业的机会 都不是要找一个让自己更忙的机会 而是真的可以让我们在生活 还有工作上面更加的平衡 以前在台湾是一个工作六年的 临床心理师三年半前来到美国 整个打掉重电 在美国开始一个新的专业 那我其实是在无预期的状况下 发现一个网路创业的机会 在这个事业目前已经是一个教练 连续两年每个月都固定 有至少四位数美金的收入 有时候甚至到五位数 那我在回台湾的时候 就专心的陪家人 想要怎么安排我的行程 要怎么样准备礼物给家人跟朋友 都是很轻松自在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这个事业 带给我实际上面的收益 到底这个网路事业是什么呢 这个事业不是传统的电商 我们不需要去找寻产品 我们也不需要去直接贩售产品 其实我们在推广的是一个系统的价值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运用同样的系统 然后运用这个系统 在网路帮我们筛选出合适的客户 进而也成为这个事业的加盟者 然后进而也运用这套系统 交给我们的社群平台的网路行销方式 运用后面的自动化的系统 持续的在帮我们带来收入 找对一个创业的资源 真的是可以让平凡人 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事业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业 它是可以为你开创全球收入的来源 不只是在限定的国家 而是你可以从全球的 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人 都可以成为你的伙伴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就是前进跟成长 那欢迎你来点选连结 然后来报名讲座 了解看看这个商业模式配合好一个高分润的金流 它是怎么样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开始在三年内真的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被动收入 别忘了点选连结报名讲座 更可贵的是这个网路试验呢 只是从网路上认识了来自全世界原本与我不认识的伙伴 然后我们更从线下到线下都成为了好朋友 我也是来自台湾移民加拿大的Amy 我也是来自台湾移民美国的Amy 我们都在网路上面认识你 所以纽纪兰美国加拿大在今天在台湾相聚 那希望呢如果你对这个事业 然后又想说 或者说我也想去 或者说我今天也想要找不同的方式 当自己不用被一个地方立点给帮助的话 欢迎你来下面 我们希望帮忙的也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你 然后是真的想要拿出底气来改变生活的你 讲座上见咯 别忘了点选连结报名讲座